第一百集 张经理为难地说道 庙里的雕像是我让人捣坏的 当时我们征地的时候 本地居民不同意 倒不是因为补偿问题 我们给的钱很多了 他们也没意见 就是不想让我们拆除这间庙 说什么七奶奶领得很 一旦拆除 七奶奶会怪罪下来 大家都会遭殃的 于是 李总交代下来 让我带人进来 当着众人的面 把这雕像给砸了 当地人吓得要命 当天全部搬走了 本来我也不怕这些 但刚才的经历 张经理哭着脸说道 叶先生 这里不会真的闹鬼吧 我会不会有事 你已经有事了 叶少阳看着他 上嘴 张经理一睁 看着叶少阳 又看看周静如 伸出手 在脸上抽了一下 叶少阳瞪大了眼睛 你干什么 你不是让我长嘴吗 张经理一脸无辜 叶少阳那个无语 我让你张嘴 张嘴 你听里有问题 张经理挠了挠头 张开了嘴 谢雨晴和周静如 凑近一看 顿时下了一跳 除了两拍牙齿 还算正常 他整个嘴巴都是黑的 看上去很是诡异 你自己没发现嘴巴有问题吗 叶少阳纳闷道 有啊 我靠了好几家医院了 都查不出问题 而且我身体好好的 没有异常 我正打算 去看忠义来着呢 叶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救救我 张经理苦苦哀求 使其入体 你只有一个礼拜的好活了 之后会变成鬼师 受人驱使 叶少阳摇着头 幸好人家 是想抓你当鬼仆 没有杀你 不然你早就跟老风一样了 张经理听着这话 双腿一转 普通一声跪下 哀求起来 叶先生啊 你救救我呀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要我老婆都行啊 叶少阳一头黑线 我要你老婆干什么 你老婆能比面前 这两个美女还漂亮 叶少阳扎他起来 带自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把门关好 从背包里 拿出一个瓷碗 放入雄黄和珠砂的坟墨 化了一道浮水进去 看着张经理何调 往一个垃圾桶里 撒了一把珠砂 踢到他的面前 往这里吐 千万别吐到外面去 张经理的脸色越来越红 呼吸急促 过了没一会儿 果真趴在垃圾桶上 哇哇大吐起来 十分钟左右才停下 等他把脑袋抬起来 周静如和谢雨晴 本能地往垃圾桶里 看了一眼 顿时起了一层脊皮疙瘩 垃圾桶里 数不清的黑虫 在一堆粘液中间 挣扎着爬行 个头有成年甲虫那么大 天哪 这是什么 周静如呆呆地问道 叶少阳说 识别 他体内有很重的尸毒 化生成为了识别 幸好刚成形不久 再等几天 识别咬回内脏 把尸毒引到全身 他就成为僵尸了 叶少阳对着张经理说 从今天起 你每天喝一两 用熊黄泡的水 三天之后 你体内的尸毒 就能排干净 就没事了 张经理千恩万谢 感激体力 这些识别怎么处理 叶少阳担心地说道 叶少阳把垃圾桶盖上 没有了尸毒之缘 又有竹杀镇压 他们活不了多久 不用担心 等张经理缓了缓 叶少阳说 现在告诉我 那个妻奶奶的神像 长什么样子 张经理皱着眉头 想了想说 是个女人 叶少阳三人一起来 眼睛白一瞳 谢雨晴说 你这不废话吗 人家都叫妻奶奶了 难道是个男人 难道鬼怪 还有伪娘吗 张经理挠着挠头 沉言片刻 摇着头说 我真的想不起来 她长什么样子了 反正长得不好看 有点尖嘴猴腮的 长得像人 但又不太像人 叶少阳沉言起来 怎么说 七奶奶是个妖 盲问道 你仔细想想 她长得像不像什么动物 张经理想了半天 摆着手说道 我真想不起来了 我就看过她一次 哪里还记得 叶先生 你可以找周边的村民问问 他们肯定知道的 比我还要清楚 叶少阳点了点头 这也是个办法 顺便还可以打听一下 这座七奶奶庙的历史 于是张经理回到宫店 开了一辆车过来 载着三人来到了 附近的一家度假村 先开了个包间 刚坐下来 外面突然变天 乌云改定 天色转眼间 就变得像夜晚一样黑 张经理突然站了起来 这是要下雨吗 我得去工地安排一下 让他们把材料改好 一会儿再过来 说完就往外面跑 叶少阳说 你顺便通知一下 所有人不许进七奶奶庙 连在附近徘徊也不行 张经理领明离开 找店主借了把伞 刚离开度假村 大雨就下了起来 这乡村路上 雨一下就没法开车了 张经理只好步行 打着伞 一路小跑出发 从这里回工地 正好要路过七奶奶庙 本来他不想从那儿走 但是周围没路 如果从大路绕过去 至少要走半个小时 等自己赶到 估计雨都快停了 当下一咬牙 踏上了小路 经过七奶奶庙的时候 张经理本能地朝院子里望了一眼 突然看到一个人走进了院子 这时候天很黑 什么也看不清 刚好一道闪电划过 令张经理看清了那人的打扮 身穿绿色的工作服 头戴橙色的安全帽 一般工人都是头戴黄色安全帽 穿蓝色工作服 打扮成这样子的 只有安检员 工地上安检员不多 今天值班的只有两个 张经理冲那个背影叫道 是老崔还是老王啊 别进去啊 我进去避避雨 是老王的声音 回来 哪里有危险 张经理急得大叫 但里面已经没了反应 张经理担心他出危险 一咬牙来到了院门外 眼看着老王走进了庙堂 面朝那尊被打碎的神像站着 老王 你出来 你出来 张经理大声叫着 但是雷雨声太大 他怀疑老王没听见 站在那一动不动 张经理的内心强烈地争斗起来 最后还是善心过于恐惧 一口气跑到老王身后 宠他骂道 你聋了 听不见我叫你 跟我走 上前拽他的袖子 老王如同战装一样 动也不动 一只手伸到脸部 不知道在干什么 张经理内心突然升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慢慢地走了过去 往他脸上看去 顿时吓得连退了几步 靠在一颗柱子上 傻傻地看着面前 诡异到极点的一幕 老王 在涂口红